2018年12月14日下午 国家发改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信用发布会 发布会上 针对如何提高高铁霸坐 袭击公交司机等行为的违法成本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孟伟表示 将加快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会会同有关部门呢 这个按照这个党庄国务院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规定 那么对一些失信的行为的话呢 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不断的推进这些重点领域的这个信用建设 提高违法这个失信的成本 加快构建这个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这样的这个信用惩戒的这个新的格局 孟伟表示 诚信体系建设是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这些年来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 一直在持续推动有关终点领域的诚信体系建设工作 近期发改委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37个部门 会同财政部等28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知识产权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孟伟表示 这为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 优化市场环境将发挥积极作用 这两个备忘录实际上是我们按照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总体的部署和我们既定的安排来推动的 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一直是按照成熟一个 推出一个按照这样的节奏来推进 应该来讲 这两个合作备忘录的推出 对于促进知识产权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 进一步的整顿市场秩序 这个进化市场环境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于促进知识产权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 对于促进知识产权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